农委会在去年底进行了禽流感的疫情调查 结果发现在彰化的一家淡机场里面 发现了阳性的检体 不过防检局今天表示 机支没有大量死亡 因此认为病毒应该是属于低病原性的 天气冷漱漱 仍有流行性感冒 及也可能感染禽流感 去年底农委会防检局展开疫情调查 在彰化的一处淡机场 采样道的检体呈现H5N2阳性 防检局表示 这里养了6万只基左右 依照一般单机场死亡率0.05%左右来算 机支正常死亡的数量 大约在3、400只左右 这里死亡率不高 所以确认不是高病原性的病毒 它的死亡率 一般都是有非常高的死亡率 那可以达到90到100个person 那以这个场而言 它的一天的这个死亡 这个少者在这个十字以下 多者才在百只 那这个是天大的差别 彰化养鸡协会指出 鸡汁死亡数量都在正常范围 面对近来弹价飙升 理事长陈国村解释 的确是鸡蛋量变少让价格上扬 但这是因为前几年 养鸡业低迷 不少业者倒闭 另外目前母鸡淘汰价格好 造成鸡汁的数量减少 加上气候冷热变化大 也造成鸡蛋率下降 不是他们隐匿机之死亡的疫情 尽管弄委会强调台湾出现的禽流感H5N2病毒 并不属于高病原性的 不过动物社会研究会执行长朱森宏表示 他们曾经询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专家 有关台湾的病毒形态 证实病毒的基因序列有四个减击 就算临床上没有高死亡率 也符合高病原病毒的定义 要非常注意未来潜在的风险 记者邻近平陈信龙台北报道